現在我要來介紹 HTC U11 的 PIP 子母畫面功能 要使用子母畫面功能 一定要使用 Google 的 Chrome 所以我們打開 Google 的 Chrome 利用它來連上 YouTube 然後呢 當你連上 YouTube 的時候 請注意到 你的畫面必須要切換為電腦版的桌面 必須這個選項要打勾 再來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電腦版的時候 下面會多出現這一行 叫做讓網頁適合行動裝置瀏覽器 記得把它關掉 免得等一下會出現下面的 子母畫面會出現下面的白編 接下來我們選擇播放 然後呢 把它全螢幕 那當你全螢幕的時候 建議是把它橫平 不然的話它會擷取畫面中 一些有留白的部分 然後這時候我們按一下 Home 鍵 好了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呢 就變成我們所要的這個子母畫面了 那這個子母畫面 你可以把它拖到下面把它關掉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上面出現一個音效的這個畫面 那你把它往下的時候呢 你可以讓它繼續在背景播放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 將YouTube變成PIP子母畫面的一個動作